iOS18 如果你們有在編輯影音軟體的 可能不要急著升級 因為它所有的APP影片的 如果你的時間超過五分鐘 它都基本上就跑不動了 你不管怎麼去按去編輯 那以前是不會有這種狀況的 那這樣就完蛋了 就是說你的影片都不能編輯 所以如果你還是不要急 iOS18你有在編輯影片的 先不要升級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囉